去生活、去愛人就是旅行 調皮老爸 今天來到了宜蘭縣三星鄉 我們會先去天宋皮林鐵文創園區 著訪古色古香的木造火車站 還有很多好玩的活動 來三星一定不能錯過三星蔥 今天我們會帶著小朋友來採三星蔥 並且自己動手做蔥餅 體驗一日調皮小農夫 導航天宋皮林鐵文創園區 就會抵達天宋皮車站 這裡是三星熱門的景點 我們中午抵達的時候 園區的停車位都停滿了 不過沒關係 在福山街上 還有很多汽車停車格可以停 此外福山街上也有很多美食 我們下午要吃的美味不漏 也在福山街上 一來到天宋皮車站 可以看到這裡有好多隻樹幹 樹幹之間還連接著好多條繩索 這是伐木星空 是個走在高空繩索上的關卡 來這裡除了玩刺激的遊戲 也可以來搭乘旋轉木馬或是小火車 天宋皮車站建於1921年 是三星至清水湖的中間站 主要以運送太平山木材為主 園區保留了當時的木造車站以及鐵軌 木造的日式建築 也成了當今遊客喜愛拍照流年的地方 天宋皮AlienPer 與那些在旅台武道 和lifting貨保留的方法 天宋皮靈鐵文創園區 有很多活動可以參加 除了熱門的高空繩索挑戰 也有為小朋友設計的低空繩索挑戰 或是想要靜態的活動 可以試試看動手做披薩 影片說明欄會放官網活動介紹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要參加任何活動 都是直接到遊客中心的自動售票機買票 每個活動都有固定的場次 伐木星空系列的活動 不管是低空繩索還是高空繩索 都非常熱門 到中午的時候門票就賣完了 不過沒關係 來宜蘭縣三星鄉 有好多活動可以參加 我們原本也安排了很多行程 比如說到清水滴了煮溫泉淡 到長皮湖風景區欣賞湖景 在安農溫泉州 到張美阿嬤農場看小動物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選了一個只能在宜蘭三星才能體驗的夏天採蔥 下一站我們來到了農夫青蔥體驗農場 然後做蔥油餅 然後那個吃真的做是很好吃的餅喔 很飽餓喔這個椅子 不錯喔 這應該你們都可以做蔥油餅喔 宜蘭三星有很多可以體驗採蔥的農場 每個農場採蔥的場次都不一樣 我出發前有先打電話給農場 確定兩點的場次還可以報名後 我們再出發 哇 寶貝這裡有多多屋可以看的耶 我們的梅花路耶 對啊 那是梅花路啊 走過這裡啊 因為我們的桃圈都會寄幾狗呀 不是嗎 桃鳥耶 我都是先走木製的桃圈 桃鳥 哈囉 桃鳥 跟十年前比現在的農場活動是越來越多了 即使你沒有事先預約需要在現場等候下一個梯次 在農場的等候時間還可以看看小動物 就像一個動物園一樣 讓你在等候採蔥的同時也不會無聊 你看那個羊喵來的小羊 哈囉小羊 咩咩咩咩咩咩 叫我 比愛心喔 有手就比愛心喔 有手就比愛心 你們可以過去 爸爸你也過去一點 你可以過去 媽媽旁邊 比更愛心你知道 有手就比愛心 盡量比咩咩 好的也可以喔 就是盡量比就好了 現在輪到我們了 先來去穿雨鞋帶斗莉咩咩 來到了農場後面 這裡有一片稻田 現在突然刮起了大風 我們頭上的斗莉都快飛走了 雀綠的盜浪隨著微風翩翩飛舞 欣賞這樣的景色 光是這樣站著 就讓我感覺心狂生意 把這裡好了 好 我們把的時候要抓白色的地方 還是你們拔不起來 跟我們說一聲 我幫你挖一下 因為我幫你挖土 然後你把他拔去 白色在哪裡 在這裡 依依你過來看 這是白色的 要拔就從這裡開始拔 我白色給你看好了 一起抓 好你拿一個稻草就好了 1 2 3 其實蠻有牌的 叫我保證 要直直的 手直直的 手直直的 然後直直的馬上衝過來就對了 要走過來 對 走過來 對 那這個 夾把這個咯 你要不要自己拔看看 1 2 3 拿好 拿著 等一下 哇塞 補考補考 很棒 好香的衝衝 拿起來嗎 採完蔥之後 接下來我們先來去洗蔥 現在我們要來動手做蔥餅囉 整個蔥餅教室非常大 教室前面會有老師親自講解 教室的兩邊還會有建設機 讓坐在後面的同學 也能夠看到老師的示範 每個人桌上都會放麵糰跟一盒蔥 過程中讓小朋友自己擀麵糰包蔥 包好之後 我們拿出去外面的間台 領取號碼牌 等叫號碼後 就可以吃到香奔奔的蔥餅囉 現在來帶大家去吃 超好吃的補肉跟高渣 福美補肉 位於宜蘭縣三星槍三星路七段258號 這是一家餐廳 裡面的座位很多 還有自己的停車場 但因為小朋友都在車上睡著了 我們這次就外帶補肉跟高渣 跟其他家比起來 我覺得他們的高渣特別香 之前吃的高渣是嘗得到肉的香味 外觀是偏白色的 福美補肉的高渣是金黃色的表皮 裡面有加炒蝦仁泥 讓香味更濃郁 推薦各位來品嘗 既然真的有好多景點可以去 光三星鄉就可以安排很多 一日有的行程 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帶小朋友來體驗採蔥跟做蔥餅 也讓他們有不一樣的體驗 下個禮拜我們再一起出來玩吧 台灣老爸祝你有個開心的一天